最近长德里县城南部蓝江闸上空 据说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顶中高洞的距离地面大概是150米左右 悬浮在空中20多分钟之后突然消失了 大客人都说这很有可能就是UFO 这个疑似UFO的不明飞行物 在空中散发出不同颜色的灯光 没有声音 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光线较暗 无法判断具体形状 从它快速飞行的形状来看 成飞碟撞 居民纷纷猜测自己是不是看到了UFO 我当时是和一个同事一起回来的 我们两个当时在猜测 我猜可能说是一个别人的航天模型 但是别人就觉得 我那个同事就说可能不是因为飞步的那么高 这个不明飞行物在天空中交替变换了几种形状和几种颜色 停留了20多分钟消失在茫茫夜空中 目睹了这一奇特景象的不仅有当地很多居民 还有常德里县一中的部分学生 他们怀疑它是UFO的原因之一 就是能时常在停留从一地点不移动 有关专家分析后指出 不明飞行物停留在空中的时间较长 因此排除了是飞机的可能 而有可能是发光的风筝 也不排除是光学错觉 中文字幕文明确订阅